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彼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要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 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好 我们就基督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谢谢你的怀疑 祝你的圣灵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圣经里面 希伯来书第二章 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的这个经节 什么经节呢 那就是他告诉我们 他对我们的爱 他为我们施己 因为不久前 不久过几个星期 就是圣诞节了 若有人问我们 何谓圣诞节呢 要如何回答呢 圣诞 就是耶稣降生在世上 这个答案不错 但不够完整 标准又简单的说法 圣诞 就是神 降世为人 他变成人 他是神 也变成人 那问题是在说 为什么他变成人呢 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干嘛呢 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说 所以他凡事 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神的世上 称为慈悲 忠心的大吉士 为百姓的罪献上 挽回吉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了受苦 就能达救 被试探的人 感谢主 这个经节真的讲的很有意思 他就能够达救什么呢 被试探的人 所以呢圣诞节是神啊 演变成人 的目的干嘛呢 就是呢 降世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来达救那些犯罪的人 耶稣是神 他变成人 他以人的样式 就是以婴孩的样子呢 降以世上 耶稣是完全的神 同时也是完全的人 他拥有神性和人性 也就是说 他是神 神人 神为何要成为人呢 他是因为全能全知的神 什么事情都能做 为何来到世上 成为一个人呢 我们仔细的再思想 神降世为人 按照文字来说 是从天上下来到地上 但事实上 不是这么简单 神降世为人 远远超过人 变为动物 更是低贱又卑微的事情 虽然有人很喜欢自己的 那些宠物 而抱着他 一起睡在床上 但若真的有人对他说 你干脆当条狗 他会如何呢 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 神降世为人 比这样的委屈 但神仍然愿意成为一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一个角度来说 因为神是前人的神 才有能力降世为人 他定义要成为人 必定有原因 为什么原因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救赎 耶稣为了带 赎我们的降世为人 自从亚当之后出生的 所有的人 都什么呢 都是犯罪的人 罗马书第三章 世界说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在世上 没有一个一人 罪的代价是什么呢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公价 乃是什么 乃是死 而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罪的代价 乃是死亡 灵里的死亡 肉身也死 最终 永远面对死亡 永远的死亡 比起肉身的死亡 还要严重 不是身体的结束而已 将来会 永远在地里受苦 永恒的痛苦 所以 如何从永恒的死亡中 被救赎呢 罪 要付出代价 唯有死亡 才能够戴清 罪假 血 带着生命 所以流血 就表示 死亡 因此呢 记得流血 罪就得失眠了 所以按照立法 凡肉差不多 都是用血 洁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于失眠了 西伯来书 第九章二十二节 自己为了父亲 罪嫁 而流血的死去 一生就结束了 如果别人 替我们流血 而死的话呢 我就能从罪中 得救 得释放 有人替我死 这就叫做 代替输 救赎我的人 代替我 因此耶稣为了 代输 我们的罪 而降丝为人 所以立法 即因肉体 转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之的二子 成为罪于神的形象 做了 赎罪集 在肉体中 定了罪案 罗马书第八章 第三节 耶稣是神的二子 他不曾犯罪 且为了我们 降世为罪 神的形状 来代替我们 这就是 神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 圣诞节的 喊欲 好 我们一起提出祷告 亲爱的爸爸 谢谢你主 我们可以叫你 阿爸父 爸爸 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最爱我们的 主啊 求你再次 原谅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 你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 动工 改变我们 塑造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奉耶稣里面祷告 阿们 过去 曾风吻游你 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 我的眼里 充满着自己 主啊 我要单单看见你 不要 知风吻游你 我要亲眼看见你 不要 知风吻游你 让我亲眼看见你 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 让我不要 总是看到自己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亲近你 主啊 让我 今夜看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